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上個月12日在社交平台Twitter發文, 說可能是美軍將新型冠狀病毒帶到中國武漢, 認為美國欠中國一個解釋, 之後他就沒有出來主持外交部的例行記者會, 直到星期二才再度亮相。 有日本記者問他,在Twitter的言論是否代表中國政府的立場? 我想問一下,還有關於我個人Twitter的有關問題嗎? 還有人對這個感興趣嗎?請你們一併提問,我只回答一次。 在新冠病毒源頭問題上,中國政府的立場是一貫的明確的。 這是一個科學問題,需要聽取科學專業的意見。 近期以來,各國科學科學家和醫學專家都提出了很多研究成果。 他們的一些看法意見值得重視。 我在Twitter個人帳戶上提出的疑問是對前一段時間, 美國一些政客污名化中國的反應,也反映了中國很多人對這些污名化做法的義憤。 趙立堅說,大義當前,國際社會唯有加強合作才能戰而勝之。 希望美方與中方雙向而行,加強抗疫等領域的合作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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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